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即将禁组 与王撰军再度合作 两人的对手戏让人期待 早在之前 我们就知道王一博下一部电影 将会是成尔导演的人鱼 近日有消息传来 王一博即将禁组拍摄 同时与王撰军将会再度合作 王一博的热烈还在上映中 王撰军的孤注一掷 再度让他成为热议的焦点 特别是这次的人物设定 是既我不是要神之后 又一个出圈角色 不得不赞一句 王撰军的演技是越发成熟 这次在孤注一掷中的表现 戏份不多 却足够华彩 点睛提神的存在 不过值得开心和期待的是 王一博和王撰军要再度合作了 那就是成尔导演的人鱼 这世纪无名之后 两人第二次合作 都知道阿呆阿瓜组合 两人的默契配合 剧组里开心果 每次两人都是携手同行 成为剧组的夜场王组合 虽然话不多 眼神交流总会莫名的自带笑点 作为关注王一博的小肥腰 很开心听到这个消息 都知道王一博转型电影的首部 上映作品无名 稳扎稳打 演技可圈可点 能够与影帝影后合作 何其有幸 我们也看到王一博演技的提升 值得赞许 这是小生演员中 演技提升最快的一位 我想各位不会反驳 节奏感的把控 细节的处理 台词的处理 都明显进步飞速 都知道现在电影界 终生代演员无疑是主流 王转军就是其中一位 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出彩的演技 给作品增色不少 只带有更好的作品拿奖 然而青年演员也同样值得期待 王一博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身上所具有的潜力和能量 让我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转型电影圈的一年 三部影片的上映 王一博上交的这份成绩 果然不负众望 哪怕饱受争议 却逐渐认可他在大荧幕上的表现 在电影《无名》中 王一博的表演恰如其分 你说是导演调教的也好 都让我们对他的演技充满了信心 镜头前的他 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给我们呈现出文艺片特有的氛围感 不但没有出戏 还有不少的镜头 让人记忆犹新 佛堂的回眸 卡车上的挑衅 车站台阶上的淡然 这些镜头都给我们留下印象 成儿导演的审美风格和个人 魅力是有目共睹的 他的作品总是充满深度和韵味 而人鱼这个题材 又是如此的创新和突破 让人无法不期待 这部电影将会有不同角色跨度 角色也会复杂 充满个人魅力 我们相信王一博将会在成儿导演的引导下 再次挑战突破自我 我想各位和我一样 同样期待王一博和王传军的对手戏 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环境背景 不知道两人是否有重合 这是我们都期待的焦点 王一博剧传将在下周开始拍摄电影《人鱼》 各位同小肥妖一样 期待他在新角色中展现出的全新一面 我相信他会像以往一样稳健前行 不断挑战自我 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热烈中的陈硕 是属于这个夏天的礼物 王一博已经完成 也与这个角色挥手告别 没有看过或者还没有看够的 请你继续看下去 热烈过后 可能就再也没有热烈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的人鱼 期待他的又一次突破和挑战 我相信 他将会在新的电影中 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让我们一起享受他的艺术之旅 我是小肥妖 感谢各位的关注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注意 感谢您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观看 开启yi segúnуль 明镜で Introdu 120